日前李香深夜现身某外资医院做警察 头戴粉色毛线帽 且周身衣着厚重 一改往日贵妇穿衣风格 戴着黑矿眼镜的李香 皮肤吹弹可破 素颜状态依旧宛如少女 随后李香和助理来到医院饮料吧休息 买了甜点和热饮后 她拿出手机给老公打电话 表情略为凝重 聊了相当长的时间 在出门时还去医院前台询问了一番 颇为谨慎 不知是李香身体出了状况 还是家里即将天心丁呢